你选上又不会落跑 台湾民意基金会当时就做了 当时也是有五成的 不是只有新北市民 是全台湾五成的人 是反对他落跑的 那这一次做也是五成 而且那个比例多了两个百分点 所以这件事情那是一个趋势在走了 那我现在讲一下 像那个卢秀燕 各位没有发现这一次选册会的成员里头 没有中张头的人 每一个地方都有 全台湾只有中张头没有 为什么 因为中张头 理论上要谁来带领 就是卢秀燕 结果呢 传出卢秀燕如果要跟侯友一配 对朱立伦来说 我也请几个家庭 而且现在台中 一堆国民党的议员 也准备落跑 所以这整个的对卢秀燕的阵营来说 卢秀燕想要选总统 在台中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现在就是红派黑派两边的议员 都在拱 在议会也在拱 在实质上也在拱 你看那个江启臣有多坏 江启臣讲一句 这个侯友宇最不想听的话 他说什么 他说建议侯友宇以新北市长的身份 对国政发表意见 做一些价值表述 硬工的嘛 对 他就要把侯友宇撈开了 他的意思 可是这句话听起来很合理吧 就是张继承说 你如果要选中通 你也说一下国政 因为他说不错 可是这样的一套逻辑 如果侯友宇去配盧宣配上了 结果真的被拱掉去 那江启臣在台中 地方的派系当然会拱他 所以在现在这上 我再讲一遍 就这些事情 朱立伦都在逼大家表态了 就是说你们到底要提前 所以为什么中张头 现在这个洞控制 你这讲真是关键 就表示朱立伦对于侯跟盧 那种被拱正负总统 对于他来讲都是眼中钉 对所以中张头漏掉 刚刚各位盘点所有 从这个新北的 这个周期委开始 新竹邱静纯 在苗栗的这个刘正宏 中张头跳掉 然后台南李全教 然后高雄黄昭顺 然后花莲傅宫旗 然后台东是这个 他们的秘书长 这整个逻辑下来就是 他也在提醒卢秀燕 你也不要想要落跑 这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对国民党来说 现在就进入一个 要全面表态 想要参选的人 你是要靠朱立伦 傅昆奇这一挂 还是你要靠侯友宇这一挂 其实在这个民调里头 这个民调一放出来 现在其实对侯友宇来说 他是很紧张 你知道这个民调里头 如果做政党分析 政党分析的中间选民 是反对侯友宇 是反对侯友宇烙跑的 国民党的支持者 是会支持侯友宇烙跑的 这一份民调 就是那个台湾民意基金会 问这个支不支持他去 跑去选总统 烙跑这件事情 国民党的支持者 支持度比较高 可是中间选民 跟这个绿色的支持者 是反对的 尤其是这个中间选民 这一次的这个市场 关键就是中间选民啦 侯友宇这一次在新北会 会得那么高的票 是这些中间选民 觉得侯友宇 就跟那个警察说的 看着就高一高一 看着没那么脱下 就那个嘴脸没有那么讨厌 也没做什么坏事 那侯友宇看到这个民调 他怎么反应 他怎么办 你去看侯友宇 所有的脸书 今天侯友宇什么捏说 我还以为侯友宇人羞嘴 就是说你已经在你的 那个脸书里头 做出异常的发言 一定是有大事发生的嘛 没有大事发生 看着这民调嗨啊嗨啊 是不是 所以这个民调都不知道 侯友宇如果在这个阶段 如果没有在下门要 我看他的民调 会继续往下 真的是持平就不会再动 是 来 明显宇 怎么看这份民调显示 侯友宇现在 看着这民调 他要怎么处理 一个提名小组 大概党中央做球给民调打 包括从 包括益川兄 包括定义委员 都已经射箭 大概射了十几 我们是跟着合友宜射的 箭大概射到把之外 都已经射满了 还有那个缝子 不是剑缝插针 那个已经插到缝之外了 是这样子 我觉得说提名小组 我刚一直在讲 不要抢了 真的不要抢了选手的光环 那选手的光环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危机 对国民党来讲是一个危机 那危机也化作一个转机 所以逼着 侯友宇在脸书表态 侯友宇过去 跟我们说政治很少啊 他讲法大概都是 好啊做事 侯友宇愿意讲到这一个阶段 他大概已经是 我觉得他心里面 大概已经笃定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了 就说他什么时候宣布 现在不能宣布 他现在的身份 还是新北市长嘛 可是他面对这些党内 可能面临的相关的抉择 甚至有可能政治危机的时候 他必须要迅速跳出来表态啊 对 否则他会 第一个他 他民调下滑是因为他没有表态 蓝军内部开始在焦虑了 因为民党已经定于一尊了 赖清德昨天去登记了嘛 其实侯友宇现在没办法跟国民党做切割了 因为他如果要代表国民党参选 他不可能切割啦 他要争取民众党提名 或无党籍提名 不可怜 他就是跟国民党绑在一起 国民党怎么样都要概括承受 国民党 国民党容 侯友宇就容 国民党好 侯友宇就好嘛 国民党不败 侯友宇就败 这一定是白做好的啊 我们命运共同体啊 所以国民党有得分 侯友宇已经得分嘛 所以对国民党相对有可能会扣分了 他就要跳出来啊 我觉得他要勇于承担啦 江启臣其实就是说 希望表达基层的意思说 侯友宇要勇敢进一步承担 为了他说较多了 要讲有内容 他建议侯市长 新北市长身份 对国政发表意见 做一些价值表述 要有内容 你把江启臣的名字遮掉 你如果讲南军基层 或某某某某人 甚至你说 当然江启臣跟我不能类比吧 你说这是我讲的 也是啊 所有人都期待 侯友宇要勇于进一步去承担 落跑的部分 我觉得这个都要接受 简明学院啊 譬如说我这样 这个民调你们必须 也要去做因应嘛 还是像朱立伦说 不可以插他啦 没有 我觉得还是要提出 一套论述出来 你任期没有做满 都要接受检明宴 因为不管再怎么样 譬如说议员任期没有做完 要选立委 一定要接受检验 这不是国民党有而已 你民党也有啊 民宿不要美化 不要讲说任期没做事 是任期刚开始 那不是任期没做事 做没三个月呢 做没三个月跟任期没做事 没有 帝委员你知道吗 自己一定跟彭佳云说 我们表白反对啊 我现在公开讲反对 所以你也公开反对侯友宇 这一些一定会受到冲击 那对我 我还是认为说侯友宇 现阶段还是国民党最强的候选人 之所以他民调会下滑 第一个他没有表态 第二个他对国政这些 没有目前还没有论述好 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吗 侯友宇在今天3月16号 轰朱立伦轰轰国民党 不要让黑金复辟 你有没有想到一个人 2013年9月12号 连胜文轰马英九 不要以为现在不是大明王朝 那时候马王政争嘛 轰马英九 作为他选台北市长的铺牌 侯友宇现在是轰 国民党轰朱立伦 在作为铺牌 另外江启臣或者民贤 说希望侯友宇 夹共挂 他有一次开始夹共挂 又挠回去 哪一次你知道吗 他讲这个国际 关税贸易壁垒 然后自己加一个分明 加个分明 贸易壁垒是专有名词 怎么加个分明 壁垒分明是成语 贸易壁垒是一个专有名词 贸易壁垒分明叫草包 这个事情是不一样的 那次让他们惹一下 马上又挠回去好好做事 所以如果没有到国阵的高度硬讲 倒不如授权别人帮忙讲 学韩总机比较安全 现在的国民党跟侯友宇 所面临的状况 其实非常的复杂 还包括深蓝的音乐人刘家昌 今天就公开痛批 朱立伦太软弱 也怕红侯友宇根本 没为蓝营做过什么事 国民党是丢中华民国派 中华民国活生生 被他们给丢掉的 太软弱了嘛 就人气不高了 第一次一上来 侯友宇不投票 我在脸书的时候 开除这个汉清 现在他又出来了 又不要找战犯了 南投手 都不要找战犯 你就是战犯了 侯友宇是国民党员吗 他为国民党做过什么 想一样给我 侯友宇看 你再赢的话 可能总统提名就你了 对不对 然后他又不去 侯友宇说 他是有行程 跑去安坑搭青鬼 他可以扯淡了 都要说谎啊 什么话都可以讲的 他是个母鸡啊 他班长跑了 然后呢 我们打败了 一战一战的败 他每次都跑 最后他要回来 我要选总司令 你会投他吗 好 这深蓝刘家昌 痛批侯友宇 就是蓝营的战犯 来 范老师 怎么看这样的最新情况 侯友宇现在面临一个 什么样的处境 如果看到这样的一个民调 他会不会有可能 比当年的韩国瑜 更加凄惨 的确 我觉得他现在掉的速度 非常快 而且开始好像止不住了 那你看之前 有压商竟然为什么不出来 现在怎么出来了 对 看你民调差嘛 底气不够嘛 你看光是这个正传媒 他现在跟赖清德 是差了将近12% 这已经超过误差范围好几倍了 赖清德39.3% 他侯友宇27.8% 而且过去只要是两个人 就没有萨卡都PK 侯友宇都一定赢 赢很多 这次赖清德赖 侯友宇4.2% 赖清德44% 侯友宇40% 我觉得差距会大 那你再看 郭台铭 方老师你刚才说的 那个民调就刘家庄 他说他不信 他不信侯友宇有40% 对 就说蓝绿对决 赖清德44% 然后侯友宇40% 刘家庄就说 他不信了 侯友宇 鬼扯淡 我不相信他有40%民调 对 然后连你的本密区 新北市 你都输给赖清德19% 将近20% 这很严重 你变成家里 你自己的家里失火 你不想办法救火 外面又有更多的威胁 怎么办 内外两边都要忙 所以我一看 为什么现在刘家庄出来了 我觉得接下来 谁会忍不住 连战会忍不住 连胜文会忍不住 马英九会忍不住 之前是因为怎么样 你这个民调高 你现在怎么样 就像一个人 免疫能力强的时候 伤口破了 擦个红药水就好了 免疫能力差的时候 就有一层蜂窝性组织炎 要截肢 甚至会截肢 现在就是这样 我有一日免疫能力差了 免疫能力差 这些病毒全部跳出来 连战 连胜文 刘家昌 马英九 所以马英九2008年 520就职总统 第一件事情 把侯友宜 从警政署长硬是拉下来 去当警察校长 连过渡期都没有 我们知道 新总统就职 总有个过渡期 希望那个社会自然 能够维持稳定 警政署长不能动 硬要动 所以那个仇恨之深 所以我真的觉得 现在侯友宜 他的敌人 就在里面 会觉得越多 而且你知道 蒋介石在1949年 在中国的时候 有句名言 大家在流传 叫做蒋家天下 陈家党 什么意思 蒋介石掌握天下 可是国民党 直接在掌控 陈家 陈利夫 陈果夫 两兄弟 他负责党务的 现在国民党是怎么样 朱家天下 这个 这个 富家党 朱立伦 当掌握整个 感看是蓝家 蓝军的天下 可是傅昆奇 掌握的是党务 所以看起来 傅昆奇对侯友宜 来者不散嘛 批评过你嘛 说你蓝皮绿谷嘛 这个时候怎么会 会征召你侯友宜 不要想太多了 所以我真的觉得 侯友宜现在 真的面临到 民调一直往下掉 而且无法止血的情况之下 他的危机非常的高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 所以你看 百分之五十四点三 是认为他不应该 落跑 对 看之前他民调高的时候 很多人 国民党人怎么替他辩护 哎呀 去年你看 侯友宜会赢这个 林家龙这么多 就是大家早就认地 他会落跑了啦 我们已经有心理准备了 我们投他那么力 就是让他去落跑 才这样讲 给他这么高票 就鼓励他落跑 现在怎么不讲了 跟你讲 侯友宜看到这个民调 不谈而立 他怎么办 他还不要辞职 他如果要选 他还不要辞职 他还不要退党 如果国民党 真的不争到他 他现在孤注一职啦 他没有退路啦 他知道如果我真的 做完这一次的这个 新北市长 我要下次参选 已经到什么 2028年了 那时候他的年龄 已经将近快要70岁了 70多岁了 他觉得他年纪太大 时不我语 而且那个时候 他已经离开新北市 市长的这个王宝座 已经两年的 人总是他俩了 没有舞台 没有舞台了嘛 现在有舞台 你都很难演了 你看这两天 人家问他说 你对这个宏都拉斯 跟台湾可能断交 你什么看法 他说要自立自信自强 讲跟没讲一样 自立自信自强不是一样 前一阵他讲过 我要新三民主义 要变民立民爱民 变民立民爱民 自立自信自强 每天都讲顺头六 那问题是没有内容嘛 所以说江启臣要做 要厚厚有仪 讲一些有价值表述 他有什么价值 他只有厚厚做得来 他没有价值 讲不出来 他没有灵魂啊 你去看昨天赖清德 在那个 他昨天不是登记 去领表 他的整个的演讲 十几分钟 没看稿子 然后讲外交国防两岸 威威道来 面面俱道 面面俱道 经济发展 要有准备嘛 我不要讲 赖清德过去 外交国防两岸也不懂啊 他过去是医生 对不对 然后他当过这个台南市长 他就是很local 很在地 他对这个东西 对他来讲 可能是有一些 并不熟悉 这三年多来 他补课 他非常的到位 而且你看 他去年代表蔡英文 去参加安倍晋三的佳季 那都是国际的场合嘛 人家在国际上走得出去嘛 所以大家说 你看 赖清德 有武黑班嘛 有总统的那个态势嘛 讲起话来 对不对 他有一定的那个高度嘛 不行嘛 你不能一直用自立自信自强 对不对 一直搞下去 又是什么 变名利民爱民 这样的混到成为总统 我觉得台湾的 对总统的要求 是非常高的标准 是 来郭东哥 侯友宜现在面对 是内外交迫吗 外有这个民调 不断的掉下来 这个外界认为 他是落跑 再来对内 深蓝族群 对他骨子里 依然完全不相信 虽然刘家昌 在台湾政治上 一点影响力都没有 但是他的谈话 反映出一个事实出来 就是国民党 每次碰到选举 并没有用心在人民的身上 都是制造仇恨 都是以须言谎话 拨墨水 不用其极 如果你好好用心 在人民身上 提出一些震慑 提出一些候选人 人民一定会支持你 这个政党嘛 政党的目的不是这样子吗 但是不是 刚刚中央你讲对了 如果你比较敏感的 已经感觉到 现在国民党有一股势力在打猴 而且这个势力还结合了境外势力 里外内外 因为刘家昌绝对不是代表国内势力吧 所以你就可以看出侯友宜这是四面楚歌啊 但是我们觉得说他为什么不表态 很多人民都不知 连国民党里内部人都不知道 因为新北市 因为午夜才开议啊 他都还没有上台报告 你叫他怎么表态说 我要参选 我要来2024总统 开议都没有开议 蒋庚康 议长事业 还要带议员团去英国 法国考察他都不在 那你叫一个市长说 我要宣布要参选 连议会就没开议 不然带你去帮大家洗脑 说我年轻成功 就说我要来参总统 韩国瑜至少也在高雄議会被人家打得满头包才出来的吧 所以我说 侯友宇真的是有苦难言 他怎么讲说 你好歹也等我议会开议 再来决定这些事嘛 那国民党没有学到韩国瑜的教训吗 那党内反对侯友宇人 拼命打 会把他打下去 那这批人难道你朱立伦当主席的人 押不下去吗 还是放任他 故意纵容他们去打 所以现在侯友宇真是四面楚歌啦 不过我们讲 毕竟他也是 江湖历练几十年的人 四五十年的人 如果是因为这样子 就把他言行打出来 我也觉得太软了 到最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现在都不能断言 我们是一直在观察 侯友宇你要怎么样掌握契机 我实在不愿意再用历史故事来告诉侯友宇 你现在的选择是 你要当曹操还是当董卓 就这么简单 你现在炮风党 那个是董卓要屠杀史委员 要进去跟他们开干 那是董卓嘛 你将来如果是撒卡都三国鼎律的时候 你就要扮演你是曹操 你就要用计谋了嘛 你不能再 只会要好好做事情 新北市是最大事 新北市再怎么大事 只有一百多万人支持你 那离总统那太差太远 韩国瑜都有五百多万人 所以我说你你这样子你的幕僚真是插得有够肉 他现在身边真的我们还看不出朱立伦有傅昆奇 赖清德有盘门安 你现在侯友宇有谁呀 我看不出你侯友宇旁边有这种大将在哪里 布置在那边 你没有每个都是想去接替你 每个都想靠你 侯家金想要你的官网 你到底谁在替你铺牌这个轿子 你连铺牌人 你要坐上轿子总要有人抬嘛 你抬轿人到底是谁 他没有那种国家格局的那种幕僚 对 那个叫国师级 国师级的 人家马英九以前有金普聰啊 法律上有陈长文这些人 你现在赶快给民单至少让人家知道哎呦我友谊佈置成功哦 这些人都是一时之选哦 那将来国民党是有办法赢得2024哦 你现在都没有 你还在固守新北市好好做事情 新北市是最大的事 所以要做大事 不怪人听到实在乎 不要说你们自己蓝营的听不下去 听到民调一直落 本来想骂你说蓝皮立鼓的人 那立鼓的人都 不能再听下去了 所以你要改 改的契机在哪里 好好去思考一下嘛 去想一下 不要在外面再接受访问 有人叫他不要接受访问是正确的嘛 你越接受访问 你越来越不好看的东西都走出来 你不要接受 冷静一下 好好准备 新北市开议的时候 要一炮而翔 让大家看哦 好求求 来啊 这检要开检啦 开检啦 好2024总统大选 虽然结果还不知道 但如果说是蓝营执政 台湾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有人说蓝绿都一样啦 是这样子吗 还是完全不同呢 来范老师 因为桃园市政府 把桃园神社的 日本的天照大神 送回日本啦 那这只因为 某位议员 仇日的议事形态 但是我们看到 桃园市的议长 邱逸胜 率团到中国访问 要跟中国上海的统战部长 成通会面 所以现在是一个 怎么样的情况 蓝营执政就是一个 进行到什么 清美 河中 有日吗 还是变成怎么样 现在是被移美 然后河中 然后仇日吗 现在是这个情况吗 第一个啊 我们看到这个邱逸胜 他去上海 他竟然大啦啦的 跟这个统战部部长 见面 你是甘愿被统战吗 你好歹闭一下吧 统战就是统一战线 你很清楚的啊 你应该对我什么 上海市 如果我们很勉强啦 因为中国没有什么议会 但是他有一个假的 就是上海市的人民代表大会 他有个类似的议会 那他有一个最高领导人 就是主席团主任 人是议长啦 类似 跟你的辈分差不多 你这样去见 好歹他是表面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他是一个地方的 一个民意代表机关 虽然我讲过 他的那个人大代表 都不是直选的啊 都是委派的 所以他象征性的 橡皮图章 好你去跟他见面 我还可以 你怎么会去跟统战部部长 你是自甘被统战吗 就跟当初的韩国瑜去香港 进了中联办 说一下台湾第一个政治人物 我想是第一个 公开进入中联办 中联办是什么 就是中共中央派在香港的联络办公室 他就是钳制香港民主自由的最大的黑手 他那时候去 后来过去被骂 那个时候正在反送中运动 结果整个香港民众就反对北京 跑去了北京住香港的办公室 那不奇怪吗 这也是后来对韩国瑜选情非常不利的地方嘛 现在这个邱义胜 我不觉得他大概也无所谓啦 反正邱义胜是不懂还是怎么样 真的是干预被统战 可能不懂嘛 他们去对岸交流有很多次了嘛 犯这个低级错误 他根本不在乎国民党谁要选总统嘛 反正现在也不晓得是谁嘛 洪友宜也没说 洪友宜到今天为止嘴巴没有说过 一句他要选总统哦 国民党现在是没有一个总统候选人嘛 所以他也没有必要帮你什么 做一些演示干嘛 就不演了 不演了嘛 能够去最好嘛 谁给我的待遇好 我就去哪个单位嘛 同一战部给我的待遇好 饭店住的好 吃的好 比其他单位比台办好 那我就大家去同战部嘛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完全没有大局的观念 大局意识嘛 至于桃源那个天造大神 现在大家就很莫名其妙 天造大神他在那个地方跟我们 同样在那个地方也是忠烈词 可是他没有违逆之处嘛 各败各的嘛 相处融洽嘛 你看这之前办的这些活动 他请了一个公安公司来去日本 弄了很多灯笼 弄了很多这些相关的装饰 把整个桃源这个神社变成是什么 全台湾大家打卡的景点嘛 对当地的经济有帮助吗 很多人本来不晓得有这个神社 哇没办法去日本因为疫情嘛 去这边拍照 拍摸到脸书上 拍到FB上 很多人就接着去 带动当地的经济 以为自身在日本 很好嘛 而且你看安倍晋三 他当初卸下手第一任手下 来台湾访问的时候 聚了忠烈词 我们的忠烈词 对到我们的忠烈词 台湾说那个里面的这些 供奉都是参加过八年抗战的 这些阵亡的将士 安倍晋三说无所谓 这些人是为国家牺牲 同样所以当时我李当会就说 没有关系嘛 我们台湾人去日本 也可以去敬国神社嘛 对不对 我们这个跟那个政治没有关系 我们是尊重 只要为国家牺牲 都是值得尊敬的 对都值得尊敬嘛 当然有些来人的人就说 这个八年 这个八年血 八年血耻啊 这个抗战啊 精神啊 不愿意去 那我们也尊重你 不去你的事嘛 益川兄 我们看到现在的一个情势啦 就是说当然国民党 还没有赢得2024的 这个总统大选 假设如果真的赢得 就像现在的这些蓝营县市 他所的这个 那种意识形态之浓重 会影响到未来的施政 也会影响到未来台湾人民的生活 所以从桃园市可以看到 也看到前天高金素媒 如何在立法院的质询 他的质询 竟然是去怀疑美国 然后他昨天他有反驳 他就说民进党拿着 这种简体制来掩盖什么 中华民国主权的原则问题 遗憾啊 他觉得为什么不能够怀疑美国呢 其实邱毅胜这一个 这次去上海 他去的第一天开始 我就追踪他了 然后呢 他不断地在讲上海有多好 他说上海啊 要拿这个支付宝 都不用现金 然后呢手机要不离手 重点是他去的时候 去见统战部长 他说来见见老朋友 这个统战部长跟他是老朋友 那他们就坐在那个中国 那种官方的那种座椅上面 你去看你们朋友 结果他是统战部长 你还贴在脸书上 你还在脸书做广告 就是跟大家说 要扩大处级 你知道吗 要让大家说 我去中国 疫情这两三年 很多的议会啊 包括立委会 对于说什么 很重要的国务出国去 不然议会一般都没出国 议党当时的议党 第一次带队 就去障碍呢 然后这件事情 这么巧 就刚好是把这个 日本的 在台湾这个 所谓的这个神社的 这个神啊 人家说这个什么 原造大人 这件事 再抓出来 再用造 但我们就想说 张善政你到底在搞什么鬼啦 就是说你你为什么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事情 好 那这个邱义胜这样弄了以后 高金素媒在立法院又这样弄 然后吴司法又在讲那个环埔军校的事情 这整套下来 国民党你是去年年队贏太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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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就对了 就说现在都是幽杂的你们的 然后呢要再跟中国做这个表态 你不要跟我说这些人的行为 不带搞中国国民党 邱益胜就是在之前 桃园市国民党的桃园市党部主委 这一次这次也本来想要选市长 这一次跟邱益胜去了 桃园市员国民党节十几个 几乎都出门了 就是这一个跑去上海 然后去讲人家那里有多少多少 我不相信你这次去 你不知道你旁边坐 那个叫统战部长 你只是跟我说那是你朋友 而且他往上海封城 这是最影响人民生活最严重的事情 他只去讲那个支付宝多好多便利 而且他还做广告你知道吗 扩大触及力 这个是我没办法接受 你说你去带这些议会董事 大家去上海 这我没意见 但是你去建这一个统战部的部长 建了之后你还贴脸书 贴了脸书之后你还买广告 你到底心里头在想的是什么 对所以这种情形会让他觉得 毛骨悚然来玩 如果真的蓝营 执政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台湾人民的生活可以想象吗 那未来是真的往这个 跟中国统一的方向在进行吗 台湾是一个海岛的国家 我们跟全世界都应该接触 也不用排斥中国 但国民党比较特别的是 他的全世界只有中国 当美国或者国际自由民主的盟友 竭尽心力要来协助台湾的和平跟安全的时候 我们一个原则嘛 我常讲个例子 我现在有人在威胁我 你穿哪要把我倒三天 帮多帮少 我都应该说一声 谢谢 谢谢 而不是说 好像是帮贾德 好像不会真的来帮我 可是你却去拥抱那个 每天喊打喊杀 要威胁你家人的人 对 国民党的逻辑很怪嘛 所以 邱益胜可以带船出去参访 你到哪里去都可以 可以 但是他去上海 除了是 你选择那么重要 前面一个不是黎明珍吗 几年去中国几次 对 对不对 几乎每个月一次 对 好像中国就是他家一样 那你的出国参访难得一次 你的首选竟然是中国 我们是 我们出国是要考察的 我不晓得去考察什么 你知道中国那种 手机支付的原因是来自于 他们之前是不给你办信用卡的 我们台湾是各种支付工具都很方便 因为方便所以 不会往那边去走 那是题外话 现在是邱益胜去中国 除了显示中国国民党交流的重心 南部有里长组团去中国 让人家落地招待 北部有议长带队到中国 去建统战部的官员 你去 去建统战相关的官员 到底要考察什么 很怪 要考察反统战 说共产党我也要统战你 那很怪嘛 除了怪以外呢 事实上 有这样的执嫌的人 如果要去中国 可以 根据我们相关的规定 其实要承报的 那你都没有承报 就自己跑去了 这其实是有点违法的情形 陆委会也讲 如果有违法 该罚就罚 所以我还是提醒国民党朋友 台湾是我们的家啦 我们要跟全世界多交朋友 北约啦 欧盟啦 美国 欧卡斯啦 中国 多交朋友不坏 但是如果中国呈现 国民党呈现出来的 只跟中国交朋友 呈现出来的态度是 中国恐吓威胁台湾 你却对他 普普塔塔 世界民主自由国家 担心台湾 你却对他疑神疑鬼 你一旦执政 你在全世界没有朋友 你一旦执政 你的安全只能靠中国 你一旦掌握政权的时候 台湾就变成中国的龙中鸟 我们要这样子吗 那这是国民党呈现出来的 执政风格吗 他们现在就要这样做 而且要深切的思考啦 国民党将那种交流方式 就是代表 避战吗 就是代表 中国不会打台湾吗 的青皇 怎么样了解 这个当中的一个 美国所在了 也就是说 跟这些统战部长的会面 或说包括高金 在这个立法院质询 这个就是代表 中国跟台湾友好吗 中国就不会打台湾吗 当然不是啊 你可以发现 这叫有条件的友好 什么叫有条件的友好 你愿意跟我统一 那你愿意承认一中原则 你只要愿意接受 我所开出来的条件 那我就跟你很好 这叫有条件的友好 他不是没有条件的友好 我们讲的友好 是真正的友好 你对我好 我对你好 有来有往 这才叫真正的友好 而不是说 我限制说 你一定要答应我的条件 你要500万的财产给我之后呢 我才愿意跟你很好 没有这样子的友好啦 中国现在就是设定条件的 有条件的友好 这也是为什么 两岸之间的谈判 他画了一个框架在这个地方 强迫你要跟他统一 其他东西才可以谈的之后呢 很多事情就卡住了嘛 所以我们常常在讲一件事 不要倒果为因 因为蓝营常常倒果为因 讲说这个我们现在的政府呢 都不跟对岸沟通 但问题是对岸画了一个框架 在那个地方 是台湾的民众不能接受的框架嘛 那你怎么跟他沟通 难道你觉得台湾的民众会同意说 你民进党可以跟这个中国去谈统一了 然后所以你可以跟他沟通 是这样子吗 当然不是嘛 台湾民众不会接受嘛 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你可以看到 对岸的态度没有改 现在改的是什么 都是自己人改 什么叫自己人改 邱逸胜 对岸态度没有改 邱逸胜去了 去跟人家统战部长去见面 那我请你问 对多数的民众来讲 会接受这个行为吗 那第二个 高金素没讲的是什么 我觉得他也是非常的了不起 他在告诉你一件事 备战不能避战 也就是说 我把我家武装好了 我把我家该防备东西做好 我家保全系统做好 要防小偷了 他告诉你说 你这些东西做好了 你也防不了小偷了 意思就是你最好都不要做 可是中江问题在哪里呢 我如果连做的很完整 都防不了小偷的话 那请问我什么都不做 我怎么防小偷 那更危险 那更危险嘛 所以你怎么可能不做备战 但这些人的逻辑呢 恰恰相反 他告诉你 你这些东西都不要做 你不要做的和平自然到来 有这回事 为什么和平会自然到来 很简单 因为他的另外条件就是 你无条件 接受对方告诉你的事情 在这个情况之下 请问台湾的民众难道 在面对到对岸的时候 看到香港例子 你不会觉得感到恐惧吗 而且现在更让人家感到担心的是 为什么桃园神社这个事情 会让大家觉得恐惧 桃园神社它的全名是什么 它是桃园忠烈池记 神社文化园区 是完整的一段话 而且神社的位置 早于忠烈池之前 最重要的是 这整个园区是桃园县议会 在1985年的时候 做了决议说不要猜嘛 不但不要猜 而且后来要把它规划成 一个完整的文化园区 所以你看这样做起来 原始大家规划都是好的 而且从实际上的数字来看 你看本来每天的园区入园 一天不到十个人 等到他后来改善 改调整了之后 一天可以平日九百人 假日进来五千人 这样的调整规划改善 对整个园区 对桃园的观光都是正向的 结果呢 你现在因为说 里面有天造大神 所以我整个桃园文化园区 天造大神 你们回去吧 我都不要了 纵将你去想一件事情 神社里面放日本的神明神指 不是非常的正常的吗 最重要的是 张善政你一当桃园市市长之后 就开始把政治意识形态 带到市政问题里面去 我很想请问桃园市市民 这些东西本来是要帮桃园市 拼光光拼经济的东西 可是当你把政治意识形态 带到里面去之后呢 请问接下去会发生什么事 本来日本人来台湾的时候 会去看一看 觉得很有趣 台湾的年轻人也会去看一看 那些网红也会去看一看 去打卡 可是你把政治意识形态 带进去之后 你不是等于在帮桃园 把这些原来会有的观光客 给他赶走吗 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请问你哦 人家好不容易从一天 不到十个人 到夏日可以有五千个人涌进 到未来考报 有机会上万人的这样的商机 你把它给吵不掉 我就能很有 consequence 你好 明镜 Commission 请不吝点赞 Build